在如今的汽车市场上 动则几十万上百万的豪车 虽然定价颇高 销量亦不少 但在总的销售额上面 还是不如消费群体众多的中低端车型 前两年 武林宏光的销售神话 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所以不少大型车企都开始放下身段 不断推出清明型汽车 为争夺民众的青睐努力 最近并实力日系品牌本田 也顺势打造了这样一款车 再次打出清明牌 配置给力 一上市就吸引了不少曝光 这款车就是本田敬锐 承袭本田在家用车上的一贯传统 这款车打造极为用心 一点都不输思域雅阁等老大哥 给其他类似品牌 带来了不小的竞争压力 再加上它降价三万后 售价仅八万起 在同类车中算得上良心 很是厚道 在外观上 整体比地豪漂亮些 最惹眼的还是进气格炸的跃动感 搭配全方位的镀铬装饰条 一下就把车的年轻感突出出来了 而且难能可贵的是 在尾部线条处理上 一番本田的经典造型 用上扬的尾翼 营造了一种猎琴扑击的跃动感 内饰方面限于价格 做到了简约大气 看起来细节还是比较饱满的 中控科技感依旧不少 这重要的动力上 号称地球之梦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仅用1.5升的排量 足以产生131匹的马力 颇为不俗 而且配套的CVT变速箱 完全满足一般家庭 对家众者的所有需求 至于百公里的耗油量 数据也让人放心 仅有6升左右 可以说是省油省力又省心 我国作为日本汽车的大主口国 日系车企在推出车型时 会着重考虑我国民众的需求 敬锐的优异表现就很有说服力 希望国产汽车也要再接再厉 争取在技术上赶上合资车 在售价和营销上更加接地气 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